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没有看到什么新的本心 没有得到什么智慧 只是明白了一些道理而已 只是听懂了一些理论而已 实际上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这样子也是很遗憾的 现实生活逼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的工作 很多人自己是不喜欢的 不喜欢做这件事情 他本身这个事情 他是不欢迎的 不接受的 不高兴 不喜欢的 但是为了生活 我们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没有办法 这是生存的需要 只能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时间 去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完全是有的 有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往往在这个生活当中 忽略的这个东西 最后恰好就是我们最有勇的 最有勇的 最后的时候 真正是有勇的 这才是我们的同心症 最后的同心症 如果没有这个 我们心不同 然后我们平时我们生活当中 特别特别我们关注的 忠实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东西都不能帮助我们的 都不能帮助我们 这些东西都不能作为 这个时候的我们的同心症 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什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什么是对我们不是那么重要 这个是一定要一定要看清楚 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辨别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 这个人生不是很长 过了以后 然后所有的这个机会都失去了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遗憾 工作方面的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 各种各样的 来自于各种方面的这个遗憾都有的 但是一个最最最最 最大的遗憾 就是有这么好的这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然后没有去提升 这个是人生当中的最大的遗憾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除了这个除了这个赚钱 除了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工作方面的这个付出以外 还要安排给自己 如果爱自己的话 那就是给自己留一点点 输以自己的这个时间去做一点 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事情 这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感谢 感谢观看